在杨蓉的记忆里 生活便意味着与母亲的劳病相依 日子辛苦 却也因为简单 让这对母女安然侍从 然而 在杨蓉19岁高考的那一年 母亲却查出甘硬化晚期 命悬一线 看着日渐虚弱的母亲 杨蓉暗自做了两个决定 从那时候起 一个善意的谎言 一个冒险的举动 开始萌芽生长 并以超乎寻常的力量 为挣扎在生命边际的母亲 赢得了生计 我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杨蓉19岁高考的那一年 妈妈突然患了一个甘部的重病 需要进行甘移植 才可以保证身体的健康 否则可能是 生命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杨蓉就做了一个巨大的决定 从自己的身上 把自己70%的干部 都割给了妈妈 我觉得你作为小姑娘 刚刚19岁那时候 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呢 可能刚开始一时我接受不了 但是我 我更接受不了 我突然间没有我妈妈这个事实 我让一想到 如果有一天 我也可能跟我妈分开的话 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所以我觉得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然而 捐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她对配型和供体的自身状况 有着极高的要求 幸运的是 杨蓉成为了捐肝最合适的人 你当时知不知道 你把这肝70%捐出去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医生跟你说过吗 医生说过 其中的一些厉害关系 他都跟我说过 但是 他也明确地告诉过我 就是 我的70%的肝 会在我妈妈的身上 非常的健康 我也会 靠我那个30%的 也不会影响到 我的一些的 平时的一些 日常的一些生活呀 这个还是会非常健康 而且肝的话 再生能力特别强 就是说 如果我走手术后 之后三个月的话 我就会长到70% 原来的70% 尽管在杨蓉的心里 割肝救母 是件太顺利成章的事情 可是作为一个母亲 能够接受一个 从自己孩子身上 割下来的救命肝脏吗 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选择 因为 即使配型合适了 就是移植之后的效果 你都不敢预定 不管是孩子也好 大人也好 我觉得真的太难选择 也可能是旧了 也可能是两个生命 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我觉得我能理解杨蓉 如果说要在妈妈 和一个肝 70%的肝里面选择 我当然选择我妈妈 对 这是一个太划算的 一个事情 因为爱是最伟大的事情 但是孩子就这样想 家长会比这么想 家长就是特别怕伤害到孩子 但是有一线希望都要努力 对 他会后果一辈子的 为了让妈妈 能够接受自己的肝脏 及时做上手术 杨蓉设计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说服不了他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让医生来说服他 我说服了我的医生 让他去跟我妈妈说 告诉他 就是做完手术后 就是恢复可以特别的好 而且我也可以很健康地 继续成长 我觉得医生的话 他应该会更相信 所以杨蓉 我要给你敬个礼 杨蓉的孝心 感动了家庭甜蜜 也感动了在场很多人 尽管杨蓉笑对命运 对他的磨难 但娟肝救母的心愿 注定是一场与生命的博弈 做手术的前一天晚上 我想对你们母女来说 都是应该说 一个心灵上和身体上 意义重大的一天晚上 是吧 那天晚上你们之间 交流了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妈妈 是否真的睡着了 反正我那天晚上 我睡得很晚 因为我知道明天要做手术了 我也不想把那种担心 和焦虑表现出来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 特别敏感的人 她已经接受不了 自己要自己的女儿的肝脏 来维持自己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了 如果我在表现的过分焦虑 过分的不自信的话 我觉得她可能会更接受不了 所以我就一直跟她说 没事 其实多大的事 睡一觉也就过去 那那天晚上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个手术之后 母女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 手术大门打开的时候 穿过了几道鬼门关的母女 再一次将生命共荣 就换一个人 我自信那个状态都能看 历色嘛 历色特别难看 气黑气黑的 现在人家一看到我 哪个对家 你现在就换一个人 人家不是自信那个人 人家就感到惊讶就不得了 曾经母亲给了女儿生命 而今女儿用孝心 让母亲重获新生 如今两度春秋过去 母女两人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杨蓉爱笑 也许在她看来 笑容能够瓦解一切 包括生命中所遇见的种种不幸 杨蓉也爱玩 当她拿起记者手中的相机时 爱笑的她 却说出了掩埋在心底的一个小小遗憾 那为什么有些事情的遗憾呢 其实那也不算什么 因为现在我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 但是以前爸 我记得妈妈生病的时候 她总觉得自己很有可能 哪一天就会不在了 我曾经对我妈说过 我说你别担心 等您身体好的时候 我一定带您去很多 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让你看看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 就是为了这个世界 您也得活下来 所以我特别想带着我妈出去旅游 想去哪呢 妈妈想去哪 这样 我们把杨蓉的妈妈请出来 来 掌声有请 欢迎瑞阿姨 欢迎妈妈现在求健康 活好 我觉得妈妈很年轻 真的 非常的年轻 然后就你们最想去哪儿啊 大姐 我女儿想带我到海边吃娃娃 我想到我们时候有点调节好一点的情况下 就可以吃娃娃 妈妈就想看大海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海 我们只有长江 所以可能我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但是妈妈考虑她的身体 我想在她身体健康的时候 可以看看她看不到的东西 杨蓉特别可爱 说我们家没有大海 只有长江 你比我们家强多了 我们家长江和大海都没有 我们家就是黄土 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古有王翔卧兵求礼旧母 金有 杨蓉喝干旧母 对 又娟干旧母 我觉得真是至纯至孝感天动地 真的这份 我不相信什么鬼神 但是我觉得杨蓉 你这份孝心 你这份担当跟坚强 真是感动了所有的世界 谢谢 所以才有今天 谢谢 你能站在这 我觉得我上个人 不用 谢谢 比较的豪汁烧肉 不仅让人们品尝到了 别样的安徽味道 也让人从中感悟着 孝道与感恩 是生命中多么珍贵 而美好的品格 杨蓉的这道菜 不单单是送给未阿姨 送给所有的妈妈 希望天下所有的妈妈 都可以健康 平安 幸福 对 我们也祝杨蓉一家 好人一生平安 一定会的 谢谢